最新一期的举杯呵呵呵 请来了湖南卫视热捧的小花沈孟辰 以及现在当红的男歌手毛不易 要说毛不易能红 除了他的实力之外 做人也是一方面的 因为他一来就为大家每个人都带了礼物 礼物不分轻重贵贱 但是毛不易却很用心 在每个人的礼物上面都用心的写了祝福语 而且每个人的祝福语都不同 这些就足以看出他的用心 毛不易送给大家的是他的新专辑 沈孟辰看了之后就说他非常的喜欢 听其中的一首歌 平凡的一天都听哭了 毛不易还当场和沈孟辰开玩笑说 生活很苦呢 其实毛不易的歌词都很简单 但是感觉都特别的有故事 再加上他的嗓音其实能听哭也不奇怪 并且他这次来录节目 可能也是为了他即将要举办的演唱会 但是毛不易却大咧咧的什么都不知道 具体日期不知道 大概地方也不是太知道 感觉大作都比他要清楚很多 而且在现场大家问他的时候 他基本上都不会说很多的话 有的时候也就几个字 就把问题回答了 所以吴海全老师就很好奇的问毛不易 所以你平时就是在特别特别熟的朋友 就会伤也不说话吗 这一点毛不易有点不同意 他自己觉得他还行 遇到比较熟的人 他还是比较健谈的 这一点杨迪可以证明 因为杨迪和毛不易一起录制过节目 所以对毛不易还算比较了解 但是杨迪说 他没有大情绪 不知道这个大情绪 是不是只喜怒哀乐 都不太会写在脸上 什么时候都是一种比较平淡的状态 听了杨迪对毛不易的评价 大佐也很好奇 于是就问毛不易 你家里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 是不是也像你这样的呢 结果毛不易就来了一个各种性格都有 哈哈 毛老师你是认真的吗 毛不易的回答彻底都笑了大家 毛老师真的是不说非许 一说惊人 但是大佐还是很好奇毛不易的家人 有没有很像毛不易的这种性格的 毛不易就透露说 其实他的爸爸性格就是这样的 画很少 这下子大家都理解了为什么毛不易画上的原因 原来一传也占一部分了 了解了毛不易和他的爸爸的性格之后 大佐再一次好奇地问 你们多长时间联系一次了 毛不易就说不固定 最长的可能要几个月才联系 大佐一听立刻就被惊到了 他可能觉得这时间有点太长了吧 可能大佐平时是那种比较喜欢和父母沟通聊天的人 所以对于毛不易这种几个月才和家里联系一次的事情有点不理解 所以当时胡海权就既毛不易解为数 其实父母也分很多种种类 有的父母就喜欢一天盯着孩子的行程 注意孩子的一举一动 就像是在我家那小子 中竹雨晨的妈妈 但是有的就不太关心这些 因为他们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一定要每天联系 就是好的父母或者是孝顺的子女 其实有时候父母知道你在外面很安全就行了